轰轰轰 元神分身之下 萧妍的本尊吞吐着火焰 抬指挥手间 火焰如油龙 药顶之上悬浮丹药之上 可以清晰地看见九条纹龙 全部张口朝上 隐隐间 仿佛还能听见 阵阵龙凝声传出 元神分身率先冲出 现在是炼丹的最后一步了 无论如何 也要将此丹炼至成功 才肯罢休 三道身影冲来 元神分身脚掌向前一踏 身形瞬间膨胀 置数百丈 吞吐着金光的拳头 率先铺天盖地的笼罩而下 全光呼啸 但这三道身影 也不是吃素的 四眼魔君率先身形一阵 他的脸庞之上 是真的长着四只眼瞳 此刻他的四只眼瞳 同时爆发出光束 凶横地轰向硝烟 另外两道身影 则是出现在了一左一右 分别手持长剑和长刀 皆是蕴含着恐怖的威力 猛劈而来 这些攻击 或许没有太多花哨的招数 但威力却是惊人至极 战斗之时掀起的震荡 令整个平台都是巨阵 硝烟面色微沉 因为本尊没有融合的原因 很多能力是原神分身 单独无法施展的 例如尊上的诸多斗技 都需要在本尊的融合之下 才能施展而出 所以 现在只能运用原神分身 自己的能力去战斗 不过这具原神分身 早已今非昔比 乃是曾经传闻中的 那一位超巨原神 不过此时 硝烟并没有立刻爆发出 超巨原神的力量 而是以防御为主 区区一个九星原神 痴迷一族内 不知道死了多少 去死吧 渣子 这些身影 虽然不知道是真是假 一如最初出现的万极一般 他们是具备灵魂的 只是困在时间里 本尊下令收拾掉他 速战速决吧 这样的货色 怎会让我等出手 真是牛顶抨击 大才小用 两道身影 则完全无视 同样出手的四眼魔君一般 他们的任务 似乎就是杀掉硝烟 至于四眼魔君出手与否 都不重要 九星原神虽强 但还不具备和神之 不朽一战的能力 更何况 我等已是突破到了第二重伴我 我等轻松就可以解决掉它 二人不屑一顾的看着硝烟 他们掀起的攻势笼罩硝烟 锋利的剑气和刀光 硝烟则是拳头倾泻 可奈何单独原神分身的力量 的确有限 无法抵挡所有的攻势 四眼魔君的攻击 轰在了硝烟的胸膛之上 尽管庞大的肉身 依旧被豁开了一道猙獰的血口 金色的鲜血喷洒而出 另一侧 硝烟拳头尽管轰出 那强大的剑气和刀光 终究无法完全抵消 只能是抬起双臂去做抵抗 吃啦 血肉被撕裂的声音传荡开来 硝烟的双臂 血肉直接被斩断 露出了血肉之下的森森白骨 不过这已经比硝烟想象中的结果 要好很多了 至少对于元神分身来说 这算不得什么重伤 甚至身形一动 率先朝着四眼魔君轰去 先杀最弱的一个 比起左右两侧的二人来说 四眼魔君虽强 不过还是要弱上一些 这四眼魔君 应该和无面魔罗一样 是属于这里的试炼 而这两人应该不是 他们的模样和万极很像 也和虚垫出现的几个也很像 包括实力 就好像是一句句同时炼制的傀儡一般 他们到底从何而来 若是被人指使 又是受谁指使 莫非 从进入到了远古之门后 这里所发生的一切 都是似的一场自导自演吗 频繁出现的这些模样相似 且实力强劲的强者 他们的实力 倒是没什么古怪 只是除了消炼之外 这些存在 似乎并没有为难过进入这里的其他人 如此说来 便是与理不通 仙魔意志 应该是不会去做这些事情 因为出现的这些人 他们虽然很强大 对于消炼来说 击杀会有些难度 但总体上 还是在消炼能够对付的范围之内 因此才会让消炼觉得蹊跷 若是背后真的有人指使和安排 消炼心中只有一个人选 就是四 对于尊上和邪尊这样的老怪 消炼已经感受过了 来自他们的算计 而四也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强者 为了自己的目的 做出什么都不会奇怪 他们并不是来杀我 反倒是好像安排给我练手的一般 除了练手之外 杀掉他们后 还可以让仙魔古灵变得完整 如此看来 应该就是那个女人没错了 只是这种形式的方式 着实古怪 一次又一次的出现 消炼实在忍不住去猜测原因 仙魔意志很古怪 四也同样古怪 整个仙魔古界 都在一种诡异的气氛里 似乎这里的人 思维都很奇特 以至于消炼一时间都摸不太轻 在消炼冲向四眼魔君的一瞬 后者眼中忽然迸发出紫芒 竟是令消炼浑身一震 此时那两人再度手持力气 朝着消炼攻来 剑影和刀光呼啸 疯狂地切割着消炼的肉身 即便是消炼以极快的速度 切换着肉身的大小 依旧无法全数躲避 你来牵制住他 待我一剑将他杀之 持剑男子赤声喝道 只见他抬手一抛 长剑便是直冲云霄 顿时间 此地昏沉的云层 如同沸腾了一般 然后开始不断旋转 朱天九伐剑 轰轰轰 只见一柄化作数百丈的巨剑 在旋转如漩涡般的云层当中 缓缓掠出 羞羞羞 明明巨剑还在头顶 但消炼的肉身之上 却是开始不断地出现 大大小小 仿佛被戾气所割裂的伤口 金色的鲜血布满全身 即便有着恐怖的恢复速度 依旧是触目惊心 哼 一个九星元神的肉身 可接不下我这一剑 消炼浑身震战 不过此时的他脸色平静 因为在不远处 丹香已经弥漫开来 散开的火焰 全部收拢至本尊 九阳真龙丹城啊 本尊站起身来 脚掌刚刚抬起 如发丝般的急雷 便是出现在其脚底 瞬间带着本尊身形消失不见 因为元神分身的强大 他们或许一直都认为 元神分身是消炼的本尊 殊不知 他们一直未曾注意到的角落里 消炼的本尊 则是在如此高压的环境 硬生生炼制出了一枚神品丹药 在剧剑缓缓坠落之时 两道身影出现后 奇妙地重叠在了一起 一剑而已 为何接不下 开始 询做 הח闹缓缓一技能